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一个心怀仇恨的人俗语经常说 千刀万剐也不解恨 恨不能扒他的皮抽他的筋 事实上作为一个父亲 女儿被残忍奸杀的受害者 如果你真的有权利这样做 你心里的仇恨真的会平复吗 心灵巨大的创伤真的会愈合吗 今天说的短片就是这样一个受害人心里的超现实影像 影片大胆地假设了一个在死刑被废除背景下的新法规 受害人可以决定人道地切除罪犯身上的任何器官 以此来获得心理安慰 行刑进行的程度完全由受害人来掌控 短片来自于纽西兰的恐怖影片 恐怖之夜 噩梦电台 老韶前一期节目有对这部影片的全篇讲解 今天将其中这部短片单独拿出来做一个放大展示 希望朋友们能够喜欢并参与讨论 影片是从监管人的画外音开始的 他说 我认识两个威力 一个是刚定罪时吓得脸色发白的威力 一个是不再是威力的威力 我的工作就是保证刑罚执行正确和对犯人的护理到位 这听上去都是很正常的 而且是充满人性的 犯人痛心疾首地哭叫着 说当时的我不是我 是酒精和毒品的作用 是酒精和毒品在脑子里一直大叫的 强奸他 杀了他 罪犯其实是在恐惧即将到来的刑罚 监管人说 我会保证你不会有额外的痛苦 这是对你的治疗 一般情况在第二次或第三次治疗后 你会得到宽容的 罪犯不太信 恐慌地让他呕吐了 这是一个简单的手术室 监管人查看了一切正常后 刷地拉开了窗帘 窗外是被害人的父亲和两个姐妹 在得到被害人父亲继续的指令后 第一次治疗开始了 医生很专业地切除了罪犯的一条手臂 小女孩看得像是要呕吐的样子 过了一段时间 罪犯的伤口愈合后 在监管人的陪同下 他被带到了一个学校 对着学生展示了他的犯罪成果 进行正式犯罪教育 受害人父亲受到了巨大的心理创伤 无法宽容罪犯 接下来是他一次次对继续行刑的肯定 罪犯被割去了右臂 左腿 小女孩已经早早退出了 这时大女孩也受不了这种残忍场面 也退出了 罪犯每月的最后一周 都要来到学校 对学生进行犯罪教育 但他受到学生的嘲弄 显然这种教育并没有多大意义 受害人对刑罚的坚持出乎所有人 包括罪犯、监护人、医生的意料 他一再坚持着割去了罪犯的全部四肢后 监管人也崩溃了 愤怒地砸碎了 报道此时的电视机 而此时的罪犯早已经麻木地认命 像带宰的羔羊一般任人宰割 受害人依然坚持 罪犯陆续被割除了 不会危及生命的脏气 这部分行刑已经成为 这所监狱的收入来源 一次行刑后 监管人看到被害人父亲眼里流下了泪水 但是他并没有停下来 罪犯继续被割除了耳朵、鼻子、舌尖、嘴唇 激光封闭了他全身的毛孔 而受害人父亲最后出现时 也已经是衣衫不整 形容枯壳 这部短片并不是一般意义的恐怖片 它并没有给人制造 视觉上或心理上的恐惧感 而是制造了一种思维延展后 百般无解的心理困惑 无论你站在罪犯 被害人父亲 还是第三方监管人哪个角度 这种没有节制 以泄恨方式 求得心理创伤平复的做法 都会使人陷入一种备受折磨 万劫不复的黑洞之中 影片随短 却是一部完整的 受害人仇恨思想的笔录 影片通过脱离理性和道德观的 超现实手法展现 在批判了酷刑的反人性同时 也嘲笑了刑罚的震慑性教育 至于现实中的巨大心灵创伤 还是那句话 时间是治愈一切的良药 好了这一期的老少说电影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请您关注点赞 欢迎您留言和老少一起讨论剧情 谢谢您的观看 下期节目再见